无论是三国演义 还是三国正史 赵云都是一员难得的猛将 他的战绩都不容忽视 然而他的两个儿子却默默无闻 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草包 对不起赵云这个虎将 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通过仔细分析 有三个原因 其一 不是赵云的两个儿子没本事 而是赵云的光芒太盛 赵云是仅次于吕布的猛将 在二十四名将中排第二 赵云的战绩颇丰 随便说几个都是镇骨朔金 如长板坡之战 又如汉水之战 阳山之战等等 长板坡之战中 赵云来来回回 在数万曹军之中冲杀多次 据说达到七次 被称为七进七出 赵云在这场战斗中 斩杀的曹将至少有五十多个 至于普通士兵 更是不计其数 在汉水之战中 赵云以一人之力 大战无数曹军 救出老将黄忠和副将张柱 后大开寨门 下退曹军 被刘备称赞为一身是胆 赵云是这两次大战中 唯一的主角 光芒万丈 后人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 即使是赵云的两个儿子 也难以望其向背 其二 赵云的两个儿子的表现 还是不错的 赵云的两个儿子 名字分别是赵统 赵广 许多人很可能没有听说过 他们两人的名字 正史上 在赵云死后 赵统作为长子 席爵永昌亭侯 官至蜀汉 虎奔中郎都 嘉行领军 由于蜀汉制使不严谨 虎奔中郎都 具体是一个什么官职 已经无法考证 只知道是蜀汉后主 刘善设置的 但是 从嘉行领军可知 其官制应不低于比二千十 在蜀汉 应该属于比较高一些的官职 赵广是赵云次子 赵统的兄弟 他并不是在蜀汉朝廷中书任职 而是跟随大将军江维 在外征战 是衙门将 据三国志中记载 随江维踏中 临沉战死 当时曹魏大军大举进攻汉中 江维带着赵广等蜀将 前去拦截 和魏军展开血战 众所周知 这场大战是魏军准备充分 志在必得的一场大战 因此非常惨烈 赵广在掩护江维逃走时 不幸在踏中战死 说实话 在众多蜀汉二代将领中 赵统和赵广兄弟二人的表现 已经非常不错了 其三 三国演义中塑造了观星张包二人 没有赵统赵广两兄弟 大部分人了解三国这段时期的事情 主要是通过三国演义这部名著 说白了就是罗冠中的著作成就了三国 罗冠中在演义中塑造了关羽张飞赵云三位虎将的神勇无敌 在关羽张飞两个万人敌死后 他们两人的儿子 关星张包隆重登场 大杀四方 斩杀许多敌将 然而对于赵云的两个儿子赵统和赵广 却忽视了 在演义中 赵统和赵广紧紧露了一面 那就是向诸葛亮报丧 说他们的父亲赵云并故的消息 其实在正史上 关星和张包两人都没在战场上厮杀 关星关至世中中坚军 但很不幸英年早逝 张包同样没来得及 建功立业 便英年早逝 张包的儿子张尊 在棉竹之战中 经过一番血战后 战死沙场 赵云的两个儿子 之所以给人一种草包的感觉 主要有以上三个原因 分别是赵云太厉害了 掩盖了赵统 赵广两人的锋芒 罗冠中没有在三国演义中 重点塑造赵氏兄弟二人 其实赵统赵广兄弟二人的表现 还是很不错的 一个是虎奔中郎都 另一个跟随江维征战沙场 并英勇战